現在你們還可以看得到我 都要歸功於我媽媽 因為如果沒有媽媽那段時間的 不良行為 可能我早就已經不演戲了 我早就已經不在演戲了 因為我錢賺夠了 所以淘汰狼的影迷 感謝我媽媽 不要再罵我媽媽了 對 林小樓淘汰狼爆紅 60萬現金沒空賺 剛千萬賭債喊壞影迷 你別罵我媽 感覺真的滿開心的 就是覺得大家都沒有忘記我 大家只要看到我就是淘汰狼 永遠的淘汰狼 54歲資深演員林小樓 近期驚喜復出可傳八點檔 當年的超紅童星 是要連Ga就不懂啦 她12歲首次拍攝電影三億人 就拿下第17屆金馬獎 以及巴拿馬影展童星獎 更靠著電影新淘汰狼的反串形象 在80年代刮起一陣旋風 你們不要擔心 我很快就會回來 我走了 那個爆紅的程度我只可以說 真的就是有很多製片 有很多電影都會捧著錢 來要你幫忙然後拍 比如說我那個時候一部戲 60萬我同時加四部電影 我說我一部電影我沒有那個時間 然後他們就會說 沒關係你只要來幾天就可以 他們一樣有同樣的那個60萬這樣 是拍完淘汰狼那段時間 我簽的第一個經紀人就是現在非常有名的邱麗寬 記憶最深的就是七龍珠這部電影 他就一直說小樓不可以再演男生了 小樓一定要監女生的 所以他就一直要求說 這部七龍珠裡面他要我演女主角 因為在那段時間我真的也很排斥 其實之後你久了人家就會就不找了 其實我拍淘汰狼的時候我就說了我已經18歲了 那個時候我拍淘汰狼的時候我是必須要綁那個 對樹胸 所以那個時候對我來講是很痛苦的 我那時候八點檔就是每天早晚拍早晚拍 然後天氣冷感冒咳嗽 可是我都沒有時間可以去看醫生 沒想到我咳了一個多月 然後後來結果就引發氣喘 然後再加上我有脊椎側彎 然後又有我椎間盤突出 然後頸椎又有骨刺 其實錢真的還是很想賺 講實話 沒錯 對啊 真的很想賺 但是我總是覺得有的時候 很多事情要亮麗而為 因為我有跟文英阿姨拍過一部連續劇 阿姨就跟我講說 哈囉 要賺錢也要有健康 所以我自己那天晚上回去的時候 我開車的時候我也自己在哭 那個時候拍戲就覺得 就是要賺錢 因為家裡面有媽媽的問題 甚至於還會有一些 就是譬如說會來我們家噴漆 然後藥寨 在那段時間 是真的跟媽媽的感情 會有很大的衝擊 甚至於曾經吵到就說 我們就去辦嘛 就是你脫離母女關係 但是其實我跟我媽媽 真的一直是分不開的 我會覺得 這是我們的母女在 我需要愛 我覺得我媽媽年紀大了 她也是需要愛 其實有時候影迷心疼我 然後會念媽媽幾句 其實我蠻難過的 我會覺得說 你不要去責怪我媽媽 我從來真的對這些事情 我沒有埋怨過 現在你們還可以看得到我 都要歸功於我媽媽 因為如果沒有媽媽那段時間的 不良行為 可能我早就已經不演戲 我早就已經不在演藝圈了 因為我錢賺夠啦 所以 淘汰狼的影迷 要感謝我媽媽 不要再罵我媽媽 對 現在這個年紀 我在回想當初 表演對我來講 我覺得 她會是我的終身置業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要演主角 我一直以來我都希望 我不管是主角 配角 我都一定把這個角色 把它全視好 我告訴我自己說 我一定要領一個終身成就獎 我這句話 朱彥平主導演聽到 朱彥平主導演說 你要領也應該是我先領吧 我說一定一定 導演一定是你先領